阿满,您记不记得我小的时候,您一得空就带我们出去玩? 你最愿意去香山了,尤其是满山红叶的时候,跑得那个快呀,你哥哥都追不上你,你额娘跟我说,一个哥哥跟个疯丫头似的 那还不是被您惯的,您不是说我那个叫大气? 我喜欢你的脾气冰性 阿满,咱们一家人好久没在一起了,咱们找个地方,去玩玩 好 不如去日本吧 好啊 日本四面是海啊,你不是喜欢大海吗?那真是波浪淘蝶啊 那咱们说走就走 这哪来得及啊 我这次回来日程安排得很紧 阿满,如果现在不走的话,以后您去哪儿,我可就不跟着了 你想啊,怎么还跟你小时候似的呀,一刻容不得你 阿满有大事要做 不就是筹备中日联合商会吗?要我说呀,您就不该再帮日本人做事 什么话呀,我那哪儿是帮日本人做事啊,我是替皇上做事 皇上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还用您帮他什么呀 胡说八道了不是 把你惯坏了,皇上也敢编排 阿满,您跟我额娘年纪都大了 就让我跟我哥好好的侍佛您二老 咱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安享晚年不好吗 我也想啊,等帮了皇上一桶大叶,阿满的心事也就了了 到那时候,咱们还像以前那样过日子 您觉得皇上还能一桶大叶吗?难道您看不出来啊 那皇上不就是日本人的一个幌子吗? 您知道,外边都怎么说您吗?说您是大汉奸 汉奸?谁是汉奸?汉奸是卖国贼 你懂什么呀?如果没有日本人 皇上能在心情称帝吗?我们那是在利用日本人 为满皇上,能说了算吗?那不就是日本人的后花园吗? 咱们这个皇帝啊,就是日本人的傀儡 放手 你说这种话就是大逆不道 老佛爷在的时候,那是要满门抄斩的 您不让我说,我也得说 您再这样下去,就是卖国求荣 站住 阿玛不跟你吵 是你真的不懂国家大事 不管卖卖别人说我什么,也不管你怎么看我 阿玛不是罕见,不是卖国贼 阿玛永远是你的阿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